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的工具之类的 给大家上面的分析对比一下 这个视频的内容主要是在化妆技巧 还有工具介绍上面 所以其实可以跟上一个视频搭配着看 那个视频主要还是在讲逻辑的事情 包括的发型都有说到 还没有看的宝贝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咱们开始吧 一 颧骨大 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的存在感减弱 然后一起缩小它的面积感 首先把亮度调按 找一块饱和度低 偏冷色 明度低的洒红 均匀的大面积能上在颧骨 还有面中部 看起来就有自然伸缩后退的效果 第二步挪明暗交接线 把原本在旁边的修容线往中间挪一挪 画一个夹角 把颧骨阴影往里推 这个修容明暗交接线的地方肯定是最深的 越往旁边越浅 一直画到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这样脸转到侧边去看起来也是自然的 画完了以后 左边脸就是凹进去 右边脸就看起来鼓鼓的啦 二 颧骨凸 画法上呢 这个侧凸跟45度凸是属于同一种画法 前凸自己是一类 我们先说侧凸加45度凸 上次只是通过你这个颧骨 这样子看这边比较多 那就是侧凸 这样子看这边比较多 那就是45度凸 但是有一种侧凸45度凸是这样的 像猴子 那叫猴子型 我就是这种脸型 太阳穴这一块一直到涅骨的这一块 都是比较凸出来的 还有一种呢 是像这种葫芦海绵蛋型 太阳穴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是凹进去的 上面鼓出来 然后这里凹进去 然后又鼓出来 按道理来说这两种看起来非常不同嘛 化妆的话呢 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猴子型的画法 颧骨这个明岸交集线 我是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往里挪 扣成了一个小裤壶在这眼睛下面 加上其他的修容 这个整体的光感呢 就从一个车袖的形状变成了一个椭圆形 再来看海绵蛋这个 也是从外面的那个颧骨往中间扣 扣到眼睛下面 高光的部分呢 从葫芦形变成了椭圆形 那太阳穴少的那一块怎么办呢 有很多人这儿凹进去 就相当于是没有脸 直接就是头发了 体量 嗯 还是需要头发型 不过你是像我一样 这个地方往前翻 还是太阳穴凹陷 只要这是凸的 那看起来都会挤压眼睛 所以解决的第一步 扩大眼睛 镊骨这里的眼影呢 向后韵染 眼尾整个拉长 扩大眼睛可以利用 所有化眼妆的时候 用到的那些步骤 猴子型呢 主要是为了填补 这里多余的空白 弧度型如果扩大眼睛 会显得比例不均匀的话呢 就向下画 把被颧骨挤上去的眼睛 画下来 接下来呢 就是画那个小括号 用修容 将颧骨的位置 往前并往下挪 这个修容 明暗交际线的地方最深 渐渐地往旁边 过渡越来越浅 一直画到发际线的位置 高光可以打在 靠近眼睛下方这里 但是如果颧骨 看起来还往前骨的话 那就千万不要画 再加上其他部分的修容 高光的部分就不是车座子 也不是葫芦海绵蛋了 正正好好就是椭圆形啦 颧骨前秃 颧骨往前秃的情况下 也是一样 挤压眼睛 接下来是改善的方法 把周围受到挤压的部分 比如眼睛 向下画 加一个卧蚕 画一个眼瞼下质的感觉 然后拿出那块 冷色调饱和肚低 明度低的腮红 上在面中 只上在正前方 高光可以上在45度的位置 修容画在最外圈 画一个C字形 如果你不是前秃的同时 再加上这个侧秃和45度秃 修容其实可以不画也没关系 相当于脸已经够展了 但如果你是 那其实就是270度全秃了 在刚才画的那些基础之上 加上侧秃和45度的画法 就是那个小扩号 把明暗交接线的位置往中间挪 把这个地方全部都熏燃好以后呢 这个颧骨就是270度整个缩水了 下手还是比较重 而且这只是一个演示效果 但它肯定是有效果的 第三 颧骨突发伴随着面中凹陷 这个改善方法呢 就是通过拉大其他五官结构的高低差 来转移注意力 让你注意不到面中凹陷这回事 这个操作比单纯的去提亮 面中这些凹的地方 来的效果更明显 而且不会让脸蛮头挖 第一步就是专门调整 侧突和45度突的那个小扩号 用修容将颧骨的位置往前 并往下挪 这个修容明暗交接线的地方最深 渐渐的往旁边过渡越来越浅 再加上领部外圈的修容 脸上亮的部分就得到了一个比较规则的椭圆形 接下来加大领部结构的落差 提亮鼻梁还有额头这个T字区 再用修容粉压暗眼眶还有鼻梁的部分 眼眶当然也包括了窝残下面这里 接下来是第三步 用肤色或者是偏白色的粉饼 提亮肋钩 鼻唇钩 鼻季底 换一个大号一点的刷子把它们预染开 最后可以用肤色的粉饼 再把面中提亮一下 这样还有缩窄鼻翼的效果 换完以后颧骨突出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脸其他的部分都变得很立体了 次做完工具分析 首先是粉饼 这两块分别代表了肤色和白色 像这个从Zemur的这个 在定妆和局部提亮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它这个粉压得很实 不管是用什么刷子取这个色 或者是用粉饼也好 它就是可以直纳扎纳 很精准 我今天用到的刷子像这种 毛很腻 比较硬硬的 NARS的这一块也是粉纳吃 可以直纳扎纳 但是因为它是白色的嘛 效果就是会更明显更突出一些 如果说用这种肤色款 感觉凹陷的地方 皮量不是特别明显的话 这一块这种白色会更稳妥一些 修容修容 首先MSA的这一块呢 是我去专柜的时候 人家说这是所有色号里边 卖的最好的一块 然后效果确实是非常自然 但是呢 它这个颜色吧 还是饱和度偏高一点点 就跟发黄发红的那种感觉 适合暖皮吧 粉质确实是很细腻 但我还是更喜欢Omega这种 偏灰偏冷掉一点 但这一块它太小嘛 大块修容的话呢 我最近又入了一个橘朵的这个 它这一块就是灰色调的 最深的部分呢 就比较深 大家用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调节一下深度 性价比确实是很不错 这个跟MAC这比起来便宜太多了 还有一个高峰啊 现在说的这两块呢 都不飞粉 然后很细腻 颜染起来不脏 都是哑光质定 微微有一些光泽感的 MAC这块是更暖皮 然后橘朵这一块呢 是中性 皮肤偏白一点用的话 应该会更自然吧 接下来是腮红 上次也说到了 如果想让这个颧骨 有往后退的效果的话呢 就要遵从三点 冷色调保和度低 明度低 上一次视频里 我用的NARS呢 这一块呢 是真的特别好的诠释了 我的要求 它也确确实实 就是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它这里边的闪吧 是真的有点多 就多到你不知道涂上以后 是想让人注意到 还是不想让人注意到颧骨 我还是去找了一下 那种哑光的 说一下什么样的颜色 更适合去化这个妆 这么直接看的话 像中间这一块 就是最合适的 它确实是能让脸 看起来凹进去 但是呢 因为这块的保和度 非常非常低 所以如果你要是 化那种元气的眼妆 唇妆的话呢 这一块就有点太灰了 可以稍微加一点 这种冷红色在里面 让它看起来 更有气色一些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不可能化妆 每次都是冷色调的 还得要有暖色调的嘛 就是奶茶色 其实很像修容 对不对 它虽然不符合 冷色调的这一点 但是呢 它至少保证保和度低 凌度低这两点 所以也是OK的 最后一个是高光 面部结构调整的高光呢 我比较推荐大家 用这种粉很细腻 有提亮效果 但是不灵不灵的闪 不会特别明显的那种 比如说像NAC这块 就很不错啊 之前一直在用 它这个里面就是 有不同的这种色情 可以调和 反正出来颜色的效果 特别自然 很贴近肤色的那种香精色 它可以提亮 然后有一些微闪 特别好的一点就是 它没有底色 所以转到其他的角度 没有光的时候 它是透明的 刚才那个修容盘那边 可以对比一下 也是这种肤色相变的 就是很明显会亮很多 比上面 它也会变透明 它也会融到那个阴影里面 然后再说一个 比较奇特的高光 这一块 是不是就感觉像一个 哑光粉的那种感觉 这个高光就相当于是 高光里面的哑光质地 它没有那种闪片颗粒 这样的看法 你看这个高光 它是有颗粒感的 这个一点都没有 我的妈 粉摸起来就像是那种 哑光眼影粉一样 特别软末细滑的那种 像肉色的这一块呢 涂上以后 就会起到那种 奶油肌的那种微光感 或者说是像裸妆 就你一点都不想让人知道 你涂了高光闪粉在脸上 就可以用这个 这基本上就是我这段时间以来 对于粉质修容 来调整面部结构的一个 相对比较完整的视频了 希望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想看其他的视频的话呢 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啊 上次那个视频的弹幕有说 为什么有的粒子 是在这种顶光的情况下 然后有的粒子是这种正光 毕竟不是整化完了以后呢 该有的缺陷一个都没少 这个顶光呢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脸上的缺陷 具体在哪个位置 起伏是什么样子的 那正面光呢 是因为平时日常出街 正常社交角度和社交距离 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去进行 化妆和调整呢 是肯定生活中可以印漂亮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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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